各位好 現在要向大家介紹一個有趣的樂器 叫做WILLO 中文常常會用一個名稱叫做刮壺 壺就是壺刮的壺 因為在傳統的WILLO是 的確是用壺刮 你也可以說是葫蘆 在它乾燥以後把裡面的果肉挖掉 在殼上面刻一些痕 然後去刮它就會產生一個聲響 我手上的這個WILLO是 品牌是Tycoon 它的材質是塑膠 所以會比傳統的這種WILLO來的 堅固非常多 然後在操作上面你就可以 在用力上面不用太謹慎 在用這種WILLO 通常會搭配另外一根短短的棍子 這個你也可以用筷子來代替 棍子用的粗一點用的細一點 聲響會不太一樣 各位可以去玩玩看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近距離的一個特寫 在上面有各種不同的凹痕 在這個凹痕有的間隔會比較開一點 有的間隔會比較近一點 像我現在畫面上想要呈現給各位看的這一面 因為是白色的可能看起來不太清楚 你會看到上面有一些這個凹痕 這是比較近一點的 如果是另外一側 你會看到這邊有更細的 希望畫面上可以讓各位看的明白一點 這邊是比較開一點的 比較粗一點 每個溝會比較開比較深 另外這邊有三個洞 這是背面讓你的手在抓握的時候可以抓在裡面 那每個人看你的抓握的習慣不一樣 你可以三個孔都用或者是只握其中兩個孔 或者是用其他的握法 這個就很自由沒有特定的握法 那在使用Villow的時候 一般來說會習慣讓這個孔朝上 因為這個音量會比較大 讓聲音比較粗的來 在握著的時候有的打擊樂手 會這樣子把Villow弄得比較斜一點 要刮的那一面朝下 有的人想要朝上 其實也沒有特別的限定要怎麼用 那我們來講一下右手的姿勢 其實要放輕鬆因為你會用到你的腕力 讓你的手腕可以自然的甩動就好了 那在演奏的時候 我現在刻意的把它立直一點 讓你去對照一下我右手的動作 並不是順著這個弧線這樣子刮 這樣上上下下 而是軟軟的讓你的這根算骨棒吧 可以貼著它 貼著它去摩擦這些凹槽產生聲音 我現在試一遍給各位聽聽看 這是比較溫和的聲音 你在刮的速度快或者是慢 產生的聲音都會不太一樣 我現在試試看慢一點 如果刮快一點的話 刮的速度不一樣 產生的聲音的效果就不太一樣 我們來試試看後面這邊 比較深一點的這邊的聲音 然後比較細緻一點的這個痕跡 來聽聽看它的聲音 音色就蠻不一樣的很有趣 那我來示範刮一些簡單的節奏 最常用到的通常是一些拉丁音樂 那在流行音樂裡面 如果你希望帶一點拉丁音樂的風味 也可以加進來 有的人會在非拉丁音樂的樂風裡面使用 聽起來也非常的有趣 通常我們在演奏流行音樂也好搖滾樂也好 可能會在裡面增加一些 好像牛鱗這樣子的音色 特別是爵士鼓手 你想要增加一點不一樣的聲響風味的時候 使用牛鱗會覺得很有趣 那其他的手骨類的打擊樂手 也可能會使用牛鱗 那其實WILLOW是一個超級好用的樂器 因為它一來很輕 然後它的使用的方式很自由 非常多元 它也不至於像牛鱗就是 你一敲下去拍子不對勁 馬上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好像打錯的感覺 它的時間上面容許比較大的彈性 所以說你有時候很自由的去 去刮動這些聲音 製造這個聲響 其實還蠻好的 所以在許多包含歌手 非打擊樂器類的樂手 其實也可以自由的在上面使用 WILLOW是一個非常用途廣泛的樂器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作為一個簡單的節奏 我們一般來說是用敲擊的 敲在各式各樣的樂器上面 可是WILLOW它可以讓聲音產生一個延長音的效果 所以聽起來會是這樣 可能有人會注意到我在往下刮的時候會有一個 第一個長音是 我會先往下有一個很快速的 點擊一下 像打勾一樣 碰到 刮回來 那這個聲音 這個動作會讓 第一個聲音的開頭有一個明顯的 Attack 就是聲音是感覺是 蹦裂出來的 聲音的開頭聽起來更加的清晰 那不是非這麼做不可 每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 摸索去玩玩看 在 恰恰恰 在 Mumbo 在很多的音樂 特別是傳統的古巴音樂裡面 WILLOW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樂器 那如果你想要在其他的音樂裡面 自己的創作裡面去 加進來玩玩看 我相信都會有很多的驚喜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